首先特别要感谢会议的组织者 我觉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交流的话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大家花了很大努力 而且的确的话呢 是在这个情况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坚持这个举行 所以向大家表示祝贺 而且表示感谢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主要讲三个问题 我想第一个的话就是 就讲我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 重大的这种挑战和机遇 其实呢刚才我想这个 Dean Merritt和David Sandler的话 都已经提到了 我觉得其实我们人类社会 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这个同时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面临着 各种各样巨大的风险 那么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的话呢 其实原来是我也要讲的 那么我觉得刚才David Sandler 已经讲到了 就是像这个郑州 像这个 像北美的这种干旱等等 其实我觉得 其实大家也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实际上这种风险的话呢 现在带来的问题 几乎是每年发生 我们现在今年可能 大家只注意到了 就是在河南的 这些这个出现的问题 其实不要忘记 就在去年 就同样的时候 去年长江发大水 也是其实全国是惊心动魄 有这个影响到 这个可能是 这个三千多万人 死亡人数也是超过140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实际上现在这种 极端事件的出现的话呢 是越来越频繁 所以我想这个的话呢 就不用说了 那么的确新冠疫情更是 我想大家都看到是吧 虽然可能我觉得可能 这个大家觉得现在 有所好转 但是现在这个这个 这个Delta出来以后 现在又有所谓的Lambda 然后这个不同的 这个变种出现的话呢 很有可能 还又会把整个的 这个疫情的防控的话呢 带来新的这种挑战 那么我觉得这个 其实跟公共管理呢 其实是密切相关的 然后就是说这个应该说的话 应对这些挑战的话呢 其实需要政府和社会 共同来去应对 但的确的话呢 这个应对的方式不同 那么的确效果也是有不同的差别的 所以我想这些方面的话呢 其实作为 我想很多我们SIPA的学生的话呢 我觉得特别希望 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能去做更多的分析 第二个大的挑战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全球经济的这种体制安排 这个二战之后 现在到现在也75年了 75年76年 那么应该说 这个安排的话呢 给我们带来全球 这个也是全球经济增长 是空前的 但是的话呢 它也去带来了 很多巨大的问题 用那个 这个 施法部的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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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 施法部的话说 It has also generated maddening inequality and dangerous unsustainability 这就是巨大的 这个机会 因为我觉得恰恰是 由于这种挑战 往往的话呢 是对我们的公共管理 这些领域的学者 和我们的实践者 要给他们提供 发展才能的机会 那我觉得这个 刚才这些问题 背后其实都是 很多的跟公共管理 密切相关的 首先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很多这些问题啊 其实就是这个 应该说呢 是它内在的 这种公共治理的 这种失灵的问题 像我刚才讲到的 这种气候变化 等这都是所谓 全球风险的问题 但是其实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早都知道了 我们都早都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大家 不愿意去面对它 不愿意去真正解决它 我觉得这个 如果大家是 学公共管理人 大家就知道 我作为一个 这个理性的 一个公共 这个公共管理者 我手上面的资源 是有限的 那我当然希望 把这些资源用在 马上能够 立竿见影的效果上 尤其像在美国的 这种选举政治的话呢 那如果你这四年之内 你不有一点政绩的话 马上你可能就要被 老百姓选下去 所以那么 但是像这种 全球气候变化 这样的问题 虽然这个 这个它的 这个其实是 风险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它的这种影响 可能是未来的 所以即使你现在投入 它可能产生的效果 就正面的效果 可能是10年 20年之后的 所以就尽管 我们大家都认识到 这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多少 真正的官员能够愿意去 真正去投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一个公共治理的问题 其实的话呢 这个在其他领域也是一样 我是因为参加 那个Jeffrey Sachs 他这个组织的一个 这个Lancet 这个Commission 这个COVID-19 那他就在这个 我们讨论中 他有一次就提到 他整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整个的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的funding 还不如美国的一个 研究型医院的 这个funding多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就公共卫生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 就是说是这种 有很大的风险 需要去 去做很多的投入 所以我想就是 我们这个全球的 目前的这种风险治理 我就存在着巨大的这种 我们讲这个治理的失灵 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 是需要我们学 公共管理的学者 实践者 我们得去 来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想这里面 就其实涉及到中国 在这里面的这个作用 因为大家也都特别谈到 这个应该说 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的话呢 中国现在其实是 可以在这个全球治理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习主席呢 就提到的 这个2030 2060的 这个目标提出来 大家可能都觉得 好像这个事情 好像应该问题不大 其实我最近参加一些讨论 其实对中国来讲 2030达峰 2060碳中和 其实是存在着 巨大巨大的挑战 这个因为中国的产业 结构调整 还有等等很多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现在都是 就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现在 中美关系之后 全球产业内需要重组 那么这个对中国的 产业结构调整的话呢 都带来新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能做出这样的承诺 其实是需要 巨大的政治勇气 所以我觉得从 从这点来讲呢 也说明就中国 通过这些人的发展的话呢 还是的确是有一定的 底气能够去 对一些全球发展的事物呢 做出 这个自己的这种 这种牺牲和承诺 另外一点的话呢 中国的科技发展 这方面的很多的一些进展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为全 全世界的这个消费者 带来很多巨大的这种好处 这个带来巨大的这种方便 你像华为的5G 的确是技术是更加先进 那么本来他的在 全球的这种推广的话 也会给 这个全球的这个 这个公众的话 带来更多的好处 但现在由于中美关系 这样的情况的话呢 那么使得这些的话呢 都很难变成现实 那么当然关于 中美关系的问题 这些很多的评论 我不敢在孙哲教授面前 去多说什么 因为待会想 他可能会有更多的 他是真正的专家 那么但是我想的话呢 就是我觉得 对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同学们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包括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种学术机构 能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 首先一点的话呢 我其实觉得哥伦比亚大学 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哥伦比亚大学的 理论 像李博文哲校长 那么在中美关系 在过去几年 曾经是面临 巨大挑战的时候 他非常有勇气 站出来 去对那些 当时的一些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 一些这个做法的话呢 明确的是 就提出了他的这种反对 而且坚持这种学术的 这种原则 加坚持这种交流的原则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了不起 非常能做到这一点 而且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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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跟清华 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这些合作并没有 由于过去这些年的 这种 这几年的情况的话呢 来改变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呢 就这种 学术机构之间的 这种合作交流 我说是非常非常critical 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在我们在座的 同学们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确实啊 大家也还可以 发挥更大多重 因为我觉得我们 过去这些年交流 为什么会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可以发生 这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 我也在考虑 我也在想 那我个人感觉就是 原来我们很多的交流啊 很多的这种 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合作的话呢 还是局限于在 社会的精英层 在大学 在智库 在这些 这个可能 这个商界的领袖 等等这个之间 我们真正 这个中美两国的理解 中美两国的交流 在整个社会层面 我觉得还是非常shallow的 这当然可能 我想大家可以分析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我说 所以为什么 就这个变化 可以这么快 我觉得其实的话呢 就是或者说 为什么一些 比较明显的是 谎言的东西 可以在美国社会 能够得到这么大的 共鸣或者是反响 我觉得这个背后 其实我们也需要去反思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今后 我们面临的挑战 也是巨大的 就怎么样能够把中美两国关系的这种基础 打得更实 这个就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 有更多的交流 有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理解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 各位同学们的话呢 大家其实都是有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其实 不光是在美国 其实在中国也是同样 就中国整个社会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 应该也是说非常非常有限的 大家可能觉得说 我们一种说法 现在一种比较普通的说法 就是说 中国社会对美国的社会的了解 更深更多 我觉得也许 但我觉得可能这是表面的 其实真正更深的理解 我觉得还是有限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座的年轻人 大家是真正啊 我觉得是真正非常重要的桥梁 也是使者 所以我所在这个苏世民书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 当然我们希望是 主要是请这个 就是这个国外的同学到中国来 更多的认识中国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双向的 我们在座的同学在美国学习 其实也同样的需要去 更深入的了解美国 把美国的情况介绍给中国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 大家的作用的话呢 我想有一个例子 我想这就提一下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最近好像在微信群里面 有一个叫兔主席的这个 这个人 就是仁义 他的这个微信呢 好像是影响挺大的 这个我也看了他的一些微信 那么当然我觉得这些 可能那些不一定完全同意 他的百分之百 同意他的观点 但的确他对很多问题的分析 和认识的话呢 是能够帮助啊 就帮助很多中国的 我们讲普通的这个大家 大众的话 能够对美国的一些问题呢 有更深一点的了解 而且呢 用一种非常能够 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和语言 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 成千上万只这样的兔子 来帮助中美两国之间的话呢 更好的交流 好 那我就讲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